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由兩位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和梁振英牽頭的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就在今天正式成立 同時他們就發佈了大聯盟的主題曲 歌名就叫做《再出發》 到底這首維穩歌由哪些歌聲去唱? 幕後的製作單位又是甚麼人? 首先作曲的就是著名的撐景藍絲藝人鍾振淘 去年他就聯同曹皮倫一起出席撐景集會 以歪理撐景極盡禮橫折曲之能事 至於這個填詞是誰? 叫做簡家明 簡家明是何許人 就是另一位著名的撐景藍絲藝人曹皮倫的御用填詞人 另外唱歌的又是哪些人? 分別有周柏豪 谷子喬 泳兒 鄭俊宏 胡鴻君 和許善韻 有四個來自聲夢娛樂 兩個來自英王娛樂的藝人 不知道為何這次沒有找到環球唱片去做這首維穩歌 因為過去特區政府回歸周年紀念的主題曲 一般都是找環球去做的 又貪他多巨星 又有譚詠麟、張學友、陳奕迅等等 不知道這次維穩費不足 還是環球也不想他那些巨星被罵得那麼多 所以沒有做到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反正這次找來了一大堆恩星 這堆恩星當中 其中一名最出眾的 肯定是周柏豪 因為在這班人當中最紅是他 周柏豪在去年7月的時候曾經在社交平台上 呼籲市民要登記做選民 當時在微博上鬧得非常熱烘烘 為甚麼呢 因為一眾小粉紅就斥責周柏豪 你在7月這個反送中示威運動那麼激烈的時間 去呼籲市民登記做選民 你豈不是叫黃絲全部去登記? 這一個被大陸的小粉紅形容為港獨的舉動 故此他回大陸演出的機會 就受到嚴重影響 現在他為董梁軒的大聯盟獻唱主題曲 即是要表忠 相信有望洗底成功 另一位要洗底的就是谷子喬 他又曾經在社交平台之上 就說過跨國搵食 下一句就變成台灣香港 這就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 台灣在大陸的眼中又不是國家 香港就更加不是 這一個鐵文就是干犯了台獨和港獨這兩條紅線 於是那些小粉紅當然是 好像小腦條件反蛇一樣去謾罵他 現在他又唱維穩歌 希望可以洗底成功 這兩位藝人 但是就算洗底成功也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現在中國的國策 其實就是要將香港的藝人邊緣化 早前已經說過 香港的藝人可以不用的就不好用 除非是那些一線大牌知名度非常高的人 所以就算這群恩星去唱維穩歌 甚至大跳中字母也好 大陸也未必能看得你上眼 實情香港的歌星回大陸賺食 就分了兩個階段 最早期的時候 大陸剛剛線改革開放 香港仍然捧到很多當紅歌星出來 這群歌星在香港走紅後 就回大陸登台賺食 去開演唱會 諸如此類 這就是第一階段 即是香港發跡大陸賺食的階段 去到第二個階段 香港的娛樂事業慢慢都開始走下坡 有一群藝人 歌星在香港半紅不黑唱到 唱到差不多都沒有什麼突破 接著就回大陸 一回大陸就大紅大紫 這就是第二個階段 即是香港撈取到些少知名度 一回到大陸就馬上飛上枝頭變鳳凰 好了 現在去到第三個階段 擺明就是要把你這群 香港和台灣的藝人邊緣化 那時候大陸自己都開工不足 這個影視娛樂行業 哪能顧得到你呢 就算有朝一日 大陸的經濟全面復甦也好 這群香港藝人在大陸 都無立追之地 大陸都已經成功把你這個 香港的娛樂事業搞亂了 那你這群人也沒有什麼統戰價值 那他還用不著看你的電影 所以這群人不如在香港賺錢 不要一味就在這裏發夢 經常想著北上陶金 實情做演藝行業 回大陸去做都不太好受 因為那群小粉紅完全是瞞不講你的 因為他只是看見你 這個藝人是從香港來的 凡你所說的話 有什麼是不適合這群小粉紅聽的話 肯定他就會扣頂港獨的帽子給你 哪怕你所說的話 完全跟港獨沾不上邊 甚至乎那個性質是跟政治無關也好 都肯定是會遭殃的 只是看看去年7月份的時候 周柏豪只不過是呼籲 香港市民登記做選民 都被那群小粉紅打為港獨分子 可見一群 當然人民幣是很過癮的 一大塊錢飛到銀包裡 之不過這些錢 其實是要以犧牲個人的自由來換取的 當然有些人的眼中 自由是不值錢的 賺錢才是最實際 所以這些就見仁見智了 好了 講一下另一件事了 今天黃之鋒聯同了社會福利界的立法會議員邵家津出來開記者會 根據他們所說 接獲有投訴 有五名還押在碧屋懲教所 21歲以下的抗爭者 在獄中遭到不人道的對待 包括什麼呢 就是要求那個還押者掌掌自己 以木條鐵尺來打手掌和腳板 又要求他們被打的時候 高呼Thank you Sir 在今年2月7日晚上 碧屋有還押者高唱《願榮光歸香港》 去到第二天的時候 有一名懲教助理大喊 全部暴動仔跟我蹲出來 要求這群唱榮光的抗爭者 蹲著走到閉路電視拍不到的地方 就刮他們了 又要求他們自刮 這些很明顯都是惡行來的 暴行來的 喂 根本上離譜了 因為你這個懲教處裡頭 就好像沒有網管一樣 因為一般市民一般外界 就很難接觸得到裡面的情況 就算你說裡頭有閉路電視 原來有這麼多死角位暗角位 電影都拍得多 完全是有冤無路數 如果他們拼嘴的話 肯定會遭受到更加暴烈的對待 其實這群還押的人 根本上還未曾判罪 仍然要等候審訊和判刑 只不過在這個等候的階段 就未能夠保釋外出 所以他才要還押 為什麼要遭受到這一種對待呢 而且將他困在一個密閉空間當中 他已經喪失了很多的自由 剝奪了他的自由 這一種已經是懲罰 你還要進行這個看法 你這個看法完全是濫權的 根本上這些情況 不是今時今日才發生的 只不過以往在這個監獄裡頭 所發生的這種情況 由於裡頭的人 並非是社會大眾所關注的人 所以一直沒有放在台面裡頭討論 現在有一群為了香港前途 走上街頭抗爭 被警察抓了 然後放到監獄那裡 進行還押或坐牢的人 遭受到裡頭的職員不人道對待 大家其實終於都是要正視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所還押或坐牢判刑的刑期 都是以年來計算的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夠忽視這個問題才行 否則被人在裡面這樣租質 出來分中精神也有問題 而且這群人是為了香港的前途而受到這種犧牲 絕對不能夠將他們的遭遇遺忘了 而這個投訴機制也是沒用的 根本上對牛彈琴 在自由世界當中 有這麼多影片證據的情況下 這些警察都尚且可以互相包庇 當市民是臭死 更加之何況 在懲教署的監獄裡頭 根本上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有什麼證據 他叫你去到那些CCTV拍不到的地方來租質你 就算他說他看帶 他說看不到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只能夠一件事 就是向國際社會來求助 黃之鋒就說 香港眾志將會積極地向聯合國反映香港政治犯 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同時也要求懲教署署長胡英明徹查事件 逼屋懲教所監督吳樹芬也必須問責 處分所有藍權的職員 並且立即制止所有酷刑對待的暴行 後面那段其實也是循例式地說 那些人怎麼會聽外界的意見才行 但是反而向聯合國反映就有用了 其實最應該做的 就是將這一班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政治犯 他們所作的見證 一律翻譯成為英文 然後轉交世界各國 讓他們來啟動他們本國裡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這些擺明已經是違規了 你乾犯這些惡行 好了 你就讓各國來展開制裁 你只能夠這樣做 才有一個所謂警示的作用 至於外間市民所做到的事雖然真的不多 但是也應該持續地關注這些事件 希望當這些事件成為焦點之後 在裡面的職員都會檢點一些 不會做得那麼過分 就是這樣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